餐具 只是日本筷子的头是尖尖的 中国筷子的头是圆圆的 韩国筷子是金属的 有点重 该你了 餐具 餐具就是用来吃饭的工具 吃西餐时我们用叉子和刀子 吃中餐时我们用筷子 除了中国人用筷子以外 日本人和韩国人也用筷子 中国和日本的筷子都是木质的 只是日本筷子的头是尖尖的 中国筷子的头是圆圆的 韩国筷子是金属的 有点重 餐具是什么 中日韩用什么餐具 哪国的筷子是木质的 韩国筷子是什么做的 餐具 餐具就是用来吃饭的工具 吃西餐时 我们用叉子和刀子 吃中餐时我们用筷子 除了中国人用筷子以外 日本人和韩国人也用筷子 中国和日本的筷子都是木质的 只是日本筷子的头是尖尖的 中国筷子的头是圆圆的 韩国筷子是金属的 韩国筷子是金属的 有点重 该你了 餐具 餐具就是用来吃饭的工具 吃西餐时 我们用叉子和刀子 吃中餐时 我们用筷子 除了中国人用筷子以外 日本人和韩国人 也用筷子 中国和日本的筷子都是木质的 只是日本筷子的头是尖尖的 中国筷子的头是圆圆的 韩国筷子是金属的 有点重 餐具 餐具就是用来吃饭的工具 吃西餐时 我们用叉子和刀子 吃中餐时 我们用筷子 除了中国人用筷子以外 日本人和韩国人 也用筷子 中国和日本的筷子都是木质的 只是日本筷子的头是尖尖的 中国筷子的头是圆圆的 韩国筷子是金属的 有点重 餐具 餐具就是用来吃饭的工具 吃西餐时 我们用叉子和刀子 吃中餐时 我们用筷子 除了中国人 除了中国人用筷子以外 日本人和韩国人也用筷子 中国和日本的筷子都是木质的 只是日本筷子的头是尖尖的 中国筷子的头是圆圆的 中国筷子的头是圆圆的 韩国筷子是金属的 有点重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就是 mo doctors 你 确实 不是 老婆 oj 每天 陈